长衣公主 东元境内 武功如你者 少之又少 为愿你能以此力 诛杀五米军 替你父皇 还有这个国家 报仇 好 除了武艺 我并没有其他能力 我便用我这唯一所成 武功 去报答东元国之百姓 武敏君啊 武敏君 这个名字取得很不好 这导致了这人泯灭人性 对对手毫无怜悯 这么顺利 虽说我曾经未遇敌手 但这家伙 却是我所遇见的第一个敌手 也罢 不能为国报仇 那就为国捐躯吧 那 痛好痛 难道 我不是该死了吗 醒了 我的声音 这 我 东元国的长衣公主 居然与自己敌对国家的太子 互换了身体 云 东元国国姓 你是东元王室之人 又会舞 嗯 莫非是长衣公主 而且我还知道 你名月角 真是个好名字啊 月初角西 你是吴敏君 是 你要自杀 大不了 同归于剑 嗯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你身体死了 我灵魂没地方去 又毁了我自己身体 最后 你死了 而我安然无恙 嗯 这 这 这有可能吗 你说呢 连身体互换的有可能 我不觉得这世界上 还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了 那 那 那我干脆自杀 你身体死了 你灵魂也回不来了 如果你自杀 我的确回不去 但你别忘了 虽然我在你身子里 但字迹 我还是可以写得同以前一样 倘若你死了 我会伪造一封血书 说是东元国的人杀了我 让西安国的士兵为我报仇 一旦攻下东元国都城 立马屠城 无论降或不降 你 你太不要脸了 哼 反正也是你的脸 禅衣公主 无论怎么样 现在我们不应敌对 而是应该合作 我父皇病危 叔父修翼王对皇位虎视眈眈 虽我有自信 可现在出了这么一桩事情 倘若皇位被他夺得 那东元国的百姓 可就真的没救了 那我怎么办 我娶你 或者说 你娶我 啊 长衣公主来西安国 意外遇见西安国太子吴敏君 两人一见钟情 再见亲心 三见定钟声 吴敏君下定决心 要美人不要江山 甘愿为其放弃 唾手可得的东元国 长衣公主 你觉得这故事 够不够让人信服 这个 这个得取决于 长衣公主的长相 嗯 也是 长衣公主 你长得未免太过平凡 哪有一点 霍国殃民的姿色 让我一见钟情 再见清心 三见定钟声呢 我长这么丑 真是不好意思啊 吴敏君 你倒是很有 霍国殃民的姿色嘛 你再说一句 我们就一起死算了 唉 也罢 三分人长相七分打扮 就算你长相普通 但也不是丑 打扮打扮还能见人 总之我们这样不行 一会儿还去看父皇 先叫人进来帮我们梳洗吧 可以是可以 只是眼下 有个更严重的问题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因为我也一样 我倒还好 我保证不看 我也保证不看 你是想 上前面的还是后面的 前面的 男子如厕 必须站着 而且要对准 必须用手扶着 我不要扶 我 我蹲着上就是了 可是那样会洒出来 你们男子 怎么这么猥琐啊 什么猥琐 这样吧 要不你闭着眼睛 我帮你扶着 那我自己身子的手就 就脏了 那你说怎么办 只见云角 犹豫片刻 最终提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他拿着一根绳子 闭上眼睛 从那底下弄好来 两手一边拿着绳子的一边 这样上也算扶着了 舒服 不然洗个澡 洗呗 所以啊 怎么洗啊 你需要我帮忙 不是不是 我就是 想听听 想听听你的意见 哦 你是说 放心吧 我不会对你的身子 有任何不好的行为 说真的 长衣公主 您今年多大了 为什么我觉得 你和我的上半身 并无什么区别 四位 那 那么多私密的地方 怎么好意思碰 我不愿碰你的 你碰了我的 我以后也没清白了 你以后是要嫁给我的 还要什么清白 这 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不要 既然如此 你可以让宫女进来帮忙 太子 预防一切就绪 事先说好 不准偷看 我说过了 我们上半身没区别 我看你身子 不如以后恢复之后照镜子 哼 让人去平阳公主那里 向她要一件衣服 越华丽越好 宽松一点的 再要些首饰 和胭脂之类的东西来 为什么要华丽啊 人靠衣装 现在短时间内 没办法弄出一套 好看的衣服和首饰 只能用戒的了 你不是有好几个姐妹 怎么偏去平阳公主那儿 平阳比较单纯 不会问东问西 那为什么要宽松点的 她身材很好 若是太紧 你的身子又撑不起来 胸大无脑 自古定律 你这话里带酸呢 胸大无脑 也好过胸小无脑 我不是说你啊 对了 我还要教你一会儿 去看父皇是要做什么 首先 接近父皇宫殿龙床的时候 你脚不要放缓 身子要颤倒 能够就哭出来 然后 跪在父皇床前 说 父皇受病痛折磨如丝 儿臣恨不能以身替之 好虚伪 那是你父皇死得太快 如果他也一直这样 半死不活地吊着 你也得这样 我和我叔父二人 正在比谁的眼泪掉得多 可我不大哭得出来 实在不行 就戳自己吧 我 我冲你到死好不好 圣安公主 你等等 清哥哥 你们让开 这个圣安公主 她就是我叔父 修义王的女儿 她 一直喜欢我 那咱们这样 那还得了啊 趁有人拦着 你赶快躲起来 赶快啊 秦哥哥 你怎么可以让这个女人 躺在你的床上 秦哥哥 他们不是表的吗 还是他是叫他秦哥哥 太可怕了 秦哥哥 怎么回事嘛 圣安啊 你你先放开我的袖子 秦哥哥 你以前都叫我幽儿的 怎么现在叫我圣安了 我怎么知道 我敏据没来得及告诉我呀 你先放开我 我就不 你是什么东西 看见我 居然不行礼 你还来在秦哥哥床上 我 幽儿 有话好好说 有什么儿 你刚刚不是还叫我圣安吗 圣安 有话好好说 风情缘 你太过分了 太子 平阳公主的衣物送来了 果然是三分长相 七分打扮 太子殿下 你这样好美啊 云角 你这样拐着弯夸自己 真是太不要脸了 反正不是我的脸 行了 说正事 一会儿见了皇上要这么说 百嫁轻身殿 这人适应能力很强 我连穿他的衣裳都感觉不适 但他穿女子衣裳 戴女子头饰 还有化妆 却一点不见不习惯 我只能说 要么他能屈能伸 要么 他以前在无人之处 也常常偷偷偷打扮成女子 太子殿下 清身殿�uw 清身殿堂俨 清身殿堕了 洛宅 我叔父也来了 太子 秀义王 你也是来看王父王的呀 是的 这位是 那我们一同进去吧 皇上加风啊 我们还没进去 相关皇帝就死了 皇兄 看他哭得惨烈 也是 虽然吴敏君一直表现得这么无情无义 神经兮兮的 但是到底这皇帝 刚刚死去的皇帝 是他的父亲 他怎么可能不难过呢 不愧是一脉相承的书直 都这么虚伪 我刚刚以为吴敏君是因为伤心过度 才忍不住哭了出来 可真正伤心过度的人 怎么可能注意到我有没有哭 甚至拿针戳我呢 让他们都出去 说让你和修一王一起进一进 你们都先出去吧 让我和叔父 一起陪陪父皇 然而 然而上辈之前 太子还须先听先皇流血的遗旨 曹公公 念吧 吴敏君品行 吴敏君品行皆良 文武双全 今交西央国与其 愿以孝廉之德 赴天下百姓 以勇猛之资 平四方乱世 谢父皇 辛苦太师 辛苦曹公公了 太子节哀 那老臣先下去了 曹公公也要去安排一下之后的事情 吴敏君 我现在再叫你一句吴敏君 以后就要叫你皇上了 只是 你身边的这个女子是谁 刚刚 太师和曹公公他们 因为悲伤过度 而没有看见她 我可是看见了 哎哟 这个修医王伟是很大胆 吴敏君刚接只要当皇帝 他就敢来质问 可见其心思 吴敏君 父皇不在了 我是皇帝 修医王寄予王位 妄图弑杀新帝 新帝过于悲痛不及发觉 多亏一旁的长衣公主愤然相救 而且还为此受了伤 如此这般应该没有漏洞了 现在一起惊呼吧 啥 快叫太医 长衣公主为了保护我 被疏忽 不 被修医王刺伤了 哎 我知道修医王一直对着皇位存着想要夺得的心思 却不料他居然不顾先皇当前 竟然 这是西洋之不幸啊 西洋之不幸啊 是啊 有吴敏君这么个变态的皇帝 西洋太不幸了 陛下说长衣公主 可是东元国那个长衣公主 正是 她是昨日赶来的 带来了北昌国 想趁着我们国内兵力空虚之际 攻打西洋国都城的消息 我打算先让东元国国内的士兵回来 一嘛 他们已经厌战 多呆不移 二嘛 也好做好准备 抵抗北昌国 可是 我们攻下那么多东元国国土 花了那么多力气 太师放心 东元国已经答应 西洋国已攻下之土地 虽然还算是东元国国土 但那些地方每年 都必须要将税款分一半给西洋国 而且东元国也要献上大量的金银财宝 猪狗牛羊 绫罗绸缎等 今后两国便算是盟国 互相帮助 绝不互亲 呃 那 结盟的标志是 长衣公主将嫁给我 这 那 好吧 父皇驾崩 举国同辈 我理应扶桑三月 然而眼下事物堆积太多 我便先扶桑七日 就和长衣公主一起去东元国 也好 陛下 陛下晕倒了 太医 快 皇上晕倒了 哎呀 皇上是太过悲痛了 哎 人都走了 别装死了 快起来 你随便推 我舍不得 你别在这里了 快去复皇警宫那里 现在是你表孝心的好时机 可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那我陪你一起去 你现在乱弄伤口会裂的 我一个女孩子家 怎么好留疤 你身上伤那么多 还加以再多一点吗 你偷看了我身子 不 我一种瞥见的 刚刚太医上药 你别躲了 我又不会打你 那也是 这样吧 你要是觉得不高兴了 就看回来 随便你看上看下 看前看后都可以 如果我真有一天 我要报复你了 也不会这么做 哦 那你要怎么做 哼 我要找个男人来陪我 做一些比较难以启齿的事情 嘿嘿嘿 啊 皇上 呃 成衣公主如何了 再休息 没什么答案 哦 皇上 现在要去准备 先皇的丧事 登基之事 哦 金哥哥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为什么要让那个女人 杀了我爹 圣安 你别无理取闹 是休衣王自己心存不归 长衣公主才出手相救的 这是不可能的 爷他明明说过 为了我 他不会对你不利 他会辅佐你的 这证明 男人说的话不可信 包括你爹的 我们先去看父皇吧 你倒是舒服 的确舒服 别以为我不打女人 你打呗 一国之君做这么孩子气的动作 看了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吃吧 你该不会下了毒吧 我舍不得毒死自己的身子 就好像你舍不得打你自己的身子一样 那也未必 万一你忽然发疯怎么办 事情都做好了 嗯 今日是第一日 后天就正式登基了 登基第一件事 先把修裕王一家都秉为庶民 嗯 树里微信嘛 我懂 当初我原打算 我打算灭修裕王九族 不过现在北昌国虎士丹丹 要去东元国 心许还要清征 以鼓舞士兵 如果这时候落下个暴君的名声 那可不太好 以后这种事情你放在心里就好了 别告诉我了 我知道的越多 将来就越危险 我宁愿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的已经够多了 债多不愁 师多不养 你怕什么 既然这样了 那我就再问你一件事 什么 我其实 也看了一下你的身子 就知道你会受不住诱惑 没事 我不怪你 不是不是 我只看了你的背部 你身上的伤 是怎么回事啊 小时候调皮 怎么可能 你背部的伤是肩骨鞭 耳朵上的伤是肩耳 这些东西我还是知道的 而且 谁知道你其他地方还有什么 你好好一个公主 怎么会知道这个 小时候调皮 哦 你还是别问了 如果你知道了 那你就真的必死无疑了 原来你现在没想杀我 嗯 我只想做掉你而已 有区别吗 字面上的区别 我们睡吧 啊 一起睡 放心 我对和自己翻云覆予一事 毫无兴趣 可是影响不太好啊 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外面小屋的床我睡不惯 太硬 皇上 起来吧 在这深秋之中 这花骨盹不识时节 不便真假 吃傻毒开 且存着妄念 想要开成一朵花 然现在这气候 哪是他可以收得住的 剑妾于心不忍 干脆将他摘下 皇上 金针断情 现在剑妾将金针还给皇上 只愿皇上 不要责怪剑妾曾经的无礼 那剑妾告退了 这伞你拿着吧 外面路远 呃 其实这金针上面的金都是真的 你大可以留着 将来没钱了 可以拿去当 多谢皇上美意 不必了 怎么了 这么恨我 用我的身子在外边淋雨 那是生安给你的 是啊 那应该是有毒的 生安虽然性子鲁莽 但并非太蠢 他既然做得这么明显 便是另有深意 现在他应该还未走远 你让侍卫去 把他叫回来吧 皇上这是 虽是守僧 也不必就带个花孤独 你同他一样 年纪都尚幼 却也有无限可能 你父亲之事我很愧疚 却也的确不得已 当时他威胁我性命 我只能如此作为 你是我所考虑的 却也是我无法保证 流落民间后 望你多珍重自己 切勿不把自己的性命 当一回事 小哥哥 亲哥哥 你干嘛还对我这么好 你明知道 我是要来害死你的 姑娘 并非我要对你这么好 只是吴敏君 要让我演戏 其实今晚 我们族人还想要来刺杀皇上 我不怪你 起来吧 我不能起来 皇上 我居然真的一直怀疑你 是为了皇位而杀了我爹 我真傻呀 圣纸上明明白白 写着你是皇帝 跟爹有什么关系 你就算不杀他 你也还是皇帝 姐姐 你的确傻 优儿姐姐 我和皇上见面以来 总共才十日左右 哪有什么爱不爱的呢 其实 我虽然在皇上身边 但时常觉得皇上很忧愁 我知道皇上心中另有奇人 也知道他是谁 吴敏君到底想干嘛 让我表演当场偶招时吗 可是为了两国百姓 天下苍生 江山设计 我们是必须在一起的 在天下国家之前 儿女私情算什么呢 我知道 皇上放弃了很多 我也是 吴敏君 你这人也真是 怎么 也没什么了 只是觉得圣安实在是可怜 唉 你怎知道圣安会告诉你那些 至近于妖 吴敏君 我真怕天度英才 你命度久矣啊 很明显 他们既然要行刺 就不会只做一次 这么不可能成功的尝试 但我无法具体预测时间 所以刚好套圣安公主的话 放心 身为我的皇后 你要心脏的 那你打算就这样了 让他去南文国 那他其他族人呢 杀了呗 我不下令 又怎么了 你骗圣安公主便也罢了 现下好生防范便是 干嘛杀他全家 现在预防一次 以后可就难以预料了 长衣公主 你自己菩萨心肠 可别连累到我呀 我一直觉得 你虽然有时候呆了些 蠢了些 但还是识大体的 可别在这种时候乱发同情心 对敌方的仁慈 便是要将自己的性命 悬在刀刃上 你敢赌 我还不敢 我不杀 好好好 不杀就不杀 我给修与王家人写封密信 告诉他们 我已知道他们的计划 但并不准备对他们动手 只让他们乖乖听话 再有下次 必死无疑 好 要不是身体换了 角儿 我们先回去吧 你不累吗 好 我们回去 快滚回去 陛下好走 恭送陛下 恭送黄姐 陛下 这间是您的请殿 长衣公主住在何处 在前面的主殿 刚刚仿佛看到了元玉 一直盯着我和吴敏君看 她盯着长衣公主看也没什么 可她刚刚为何一直用杀人的目光看着我呢 算了 去主飞驾吴敏君吧 我说 你要注意点 这两表现出幸福的样子 不然他们都以为你很委屈 必须要嫁给我 难道你不委屈 不委屈 你比我有可能要嫁的那些人都好看 又是西洋国国君 地位也比他们高 武功比他们好 文才比他们好 什么都比他们好 能嫁给你 其实按理说 我还该恶手称轻呢 那也是 这人承认得也太爽快了 太后嫁到 长衣 我晓得你恨我 可是 太后 我怎么会恨您呢 如果不是您 我怎么可能会遇见吴敏君这么优秀 这么完美的男子 如果不是您派我去刺杀他 我和他恐怕就要错过了 那时候 我可真是追悔莫及呢 不 那就好 那就好 委屈你了 不委屈 不委屈 你 糟了 还没跟吴敏君说过元宇是谁呢 长衣 嗯 他不是坏人 不是坏人 长衣 刚刚我在外面 你和太后的话 我都听到了 哦 长衣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你喜欢吴敏君 而不是为了国家 不得不喜欢他 哦 你说那个呀 当然是真的 你也看到了 吴敏君龙张凤姿 气度不凡 要是西安国国君 是问这天下 舍他娶谁啊 不瞒你说 我喜欢他喜欢得紧呢 长衣 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心意 死断胸 长衣 你就这么讨厌我 没错 还好 不瞒你说 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你 你看看你 原来 吴敏君 元宇他 你这里有个相好的 怎么不告诉我 或刚刚也好有个防范 我真的不知道元宇发什么疯 我们之前一起练武过 我把他当半个师兄 也是 听你的脑子 应该也很难发现他喜欢你吧 你说什么 元宇喜欢我 他不喜欢你 亲你干嘛 哎 长成这样 性格又如此 竟然还有人喜欢 你好好给我解释一下 什么是这样 什么又是如此 咱俩心有灵犀 不必多言 心有灵犀 你个头 你 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干嘛 不好看 那也不是衣服的事情 你 喂 光天化日 怎可这样欺负一名弱女子 这不就是我数次看画本里 出现的那种 我期待已久的白衣公子吗 公子 你知不知道 女子如玉 只有细心稳妥的捧在手心 才能久而久之 让她散发出要人的光彩 粗俗以待 是万万不可的 是的 哪怕我是一块丸石 也是希望有人给捧在手心里的 这 这位姑娘 莫非不认同 是啊 倩妾就是喜欢被人打 被人踢 被人狠狠虐待 最好是用鞭子 别人宠着我 我就浑身不舒服 你说是不是呀相公 这位公子 我家娘子刚刚受了些刺激 她平时不是这样的 不知公子 遵信大名 哦 我叫天维 好名字好名字 不知公子从何处来 公子 您问这么多 做什么 没什么 只是觉得天公子 你甚何演员 我忽然想起家中还有急事 先走一步了 哎 喂 吴敏君 你刚刚到底在干嘛 我们两个的名声都毁了 没什么呀 刚刚那个人是北昌国的 估计知道我是你了 你怎么知道天维是北昌国的 天维 这假名起得也太差了 北昌国姓是吴 他们三皇子明庸 吴庸去掉上面 就是天维了 把你厉害的 既然她知道你是我 也该知道我是你 父皇 儿臣无能 臣好不容易让人打听到 长衣公主最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你却连这点小事也做不好 这 长衣公主 她似乎喜欢被人虐待 鞭打 而且 她 她身边的吴敏君 好像 喜欢男人 既然如此 从今日起 你就去给我 练鞭法 练不好 就去色诱无敏君吧 我带着包子 下山寻服 没有钱了 卖一换钱 希望大家 有钱出钱 没钱出物 谢谢 谢谢 给你 我叫司徒有情 晴天的晴 你们今晚会有血光之灾 小心 长河是想问 不知西皇的后宫 会不会太空了 当然不会 可是 您是西皇 后宫家里三千 再正常不过了 你没听过回眸一笑百媚声 六宫粉带无颜色吗 可她 其实长得 也并不 长仪的美 你们这些雍之俗粉 自然是不懂的 长仪就是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士 懂吧 不是很懂 笑什么笑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士 干嘛 没什么 随便念两句 你来干嘛 来睡觉 吴敏君 你流血了 很多 你屁股上面全是血啊 快去叫太医啊 都愣着干什么 看 流了这么多血 你怎么回事啊 没知觉的 也不知道会不会流疤 你怎么不说话 其实 我怀疑 是来鬼水了吧 我 我读书少 你莫骗我 西黄 其实 不瞒你说 爱家一直以为 你对长仪 并非真心 但现在 我知道了 原来 你真的很爱她 她怎么知道呀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 原本以为 你对长仪 并非真心 原来 是我弄错了 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结论呢 长仪公主 只是来鬼水而已 你就红了眼眶 我是万万不能比你的 上次我一时糊涂 还望西黄赎罪 你刚刚去学那个 我都被你看光了吧 你以为我想吗 况且 你不太正常啊 你都十六了 怎么才来 这不是重点好吗 我又被你看光 又没学到 怎么处理鬼水 这种东西 以后 万一换回来了 怎么办 到时候 我教你 谢谢你啊 不需要了 其实 你们女人很辛苦啊 我原本以为 来鬼水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原来这么麻烦 而且 肚子 还挺疼的 她跟我说那些 有什么用啊 我一点也不了解 好吗 西黄 请您一定要删在长仪公主 她 她这个人其实很笨 若是碰上聪明些的 其他女子 一定会吃亏的 什么鬼话 什么叫我 其实很笨 朕当然会好好对待长仪的 不过 你就不用再对长仪 想东想西的了 她毕竟是朕的皇后 西黄说的是 西黄 这谁啊 能插出去吗 给我插出去啦 西黄 啊 朕刚刚走了会儿神 你便是 无庸 北 北昌国的使者 正是 朕 有些头疼 你有什么事要说吗 没事就先 也没什么 不过父皇 不 北帝 让我向您祝贺 并带来许多贺礼 我知道了 李官会向我逐一禀报的 替我向北帝问好 你退下吧 西黄 闭嘴 别再说话了 退下 马上 是 西黄 吴明君 吴明君 快下来 笑什么笑 疼到笑吗 哦 我知道了 都是你 都是你说你喜欢被人粗暴对待 才害得无庸 变成那样的 你还敢笑 我那时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 真是意外的收获 你现在还想把他拉回去 当你驸马吗 当然不想了 看你刚刚那个嫌弃的样子 你笑过没有啊 再笑我脸上都要长褶子了 我 我这就忍住 长衣公主 无忧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怎么样 长衣公主 你满意你看到的吗 呃 长衣公主 你不是最喜欢被人鞭打吗 对啊 我可以满足你 来试试吧 今晚 你手上的鞭子借我看看 嗯 很软嘛 还带小刺 搭起来一定很舒服 哦 长衣公主果然是内行 哼 哪里哪里 你跟我来 这里一会儿就有侍卫来巡逻了 我知道有个地方 没人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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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衣公主 你真是干什么 哎 啊 啊 你不知道我很贞洁的吗 我只喜欢被无敏军打 至于你嘛 我就勉为其难的 打你两下好了 就先让他待在这里吧 这怎么行啊 两国哪怕交战 使者也要安然无恙的 何况西洋国与北昌国现在还处于假惺惺的状态 我知道 不过他要婚礼结束之后再回去 现在先跟他的下人说 他因为很得西皇的喜欢 所以被留居宫中便是 反正这段时间 我是不想看到他 要不是因为你 他也不会变成这副鬼德性了 明明是他父亲和他自己的问题 简直没有头脑 他父皇肯定对他不好 不然怎么会让他试试当先锋呢 你还拿这条鞭子干嘛 该不会你真的有这种爱好吧 快来 先帮我把凤冠摘了 自己摘 我要是能自己摘还要你吗 你自己过来看 你走路时是不是很小心啊 不然牵到头皮肯定很痛的 你还知道啊 我真是从来没想过 我成亲不是戴敏 而是戴凤冠 我这是替你受罪 吴敏俊 你 你应该行过不少房事吧 什么叫行过不少房事 什么乱七八糟的用词 我们既然要动房 其实 我以前也看过不少画本 但我知道男女成亲是要红被翻浪的 而且都是要新郎官作为主导的 我 我没什么经验 不过你经验丰富 可以告诉我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在被子里滚来滚去 并且身上是要盖着被子的 你看 这被子不是红的吗 原来就是这样啊 不过这样子 以后就会有小孩吗 嗯 不是很清楚 应该吧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不能有小孩 喂 云角 我跟你说个事 刚才说的 全是假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必深究 不过要证明你是个清清白白的女孩子 就必须 要着布上有血 这是 来鬼水要用的吗 不是 总之 要有血便是 女子出业 是会出血的 流氓 哦 你布行还蛮高嘛 嗯 怎么办 难道就这样 到时候宫中乱传些什么 长衣公主是个不检点的女子 那我可管不了咯 那怎么行 搁你的手 我怕疼 搁我的手 我怕留疤 那干脆来真的吧 滚 算了 还是搁你的手吧 反正我也没那么怕痛 至于留疤嘛 你都嫁给我了 还怕什么疤啊 云角 明天休旬 不必早朝 我们出宫去玩一玩 你怎么忽然想去玩 战争开始的话 估计就会忙起来了 喂 别丢人 会吗 没事 他们也不认得我 是吗 你自己看 大家是不是都在偷偷关注你 怎么回事 难道这次易容的不够好 不 因为你鬼鬼祟祟 看起来很像贼 老板 来一碗朝阳面 来两碗朝阳面 好嘞 不 这里只要一碗 店老板 再来一碗便是 三碗朝阳面来了 怎么是三碗 你们点了三碗啊 我们点了两碗 我一碗 他一碗 不对 你一碗 可这位姑娘先点了一碗 然后说再来一碗 不就是两碗吗 店老板好手段啊 为什么放了葱 我说过不要葱的 司徒 有情 来换一下 这个没葱 当初就猜到了 我们会来这里吃面 好准啊 你说 还没找到 找到呀 不过又不见呢 你说 如果北昌国和西洋国打起来 哪边赢啊 不知道 我的意思是 打不起来 不可能吧 唉 有人要隔屁了 你要哭肿眼睛了 啊 谁啊 天机不可泄露 总之 节哀顺变 怎么节哀啊 这 你倒是告诉我呀 何况你已经把天机都泄露得差不多了吧 哇 速度好快 吴敏君 你说 那个人 该不会 放心 我没那么容易死 也是 祸害一千年 他说那人死了 你会哭肿眼睛 我死了 你会哭 是吴庸还差不多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现在对吴庸 实在是 那你要为我哭肿眼睛 当然啊 你是我的身子 放心 要我死 太难了 嗯 我相信你 换回身体之前 好好活着吧 你也忒小气 换回身体怎样 捉马上死吗 没付钱啊 三碗呢 就是吃霸王餐的 谁叫你自己还多送一碗 哪里跑啊 小姑娘 我真的不能多说了 放心 我不是来问你这个的 我是想问你 假如有两个人 他们的身体掉换了 那怎么换回来 哦 你是说像你们这样的吗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嗯 刚见到你们的时候吧 你既然知道我们的事情 那应该也知道 怎么让我们换回来吧 很简单啊 只要你们行纳夫妻之礼 就可以了 是吗 可是我们已经行李过了呀 不是那个 是指 洞房 不行不行 这个办法绝对不行 我也认为不行 包子 你还知道 还有什么办法不 包子也不知道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下次吧 等下次我找到我师父 他一定知道的 小神棍 皇上 北地今早 驾崩了 北 北地 怎么了 北地 一直身体不行 据探子回报 他今早醒来之后 忽然精神百倍 并册封 二皇子 吴旭为太子 然后 就那么直挺挺的 从龙椅上 宰下来了 太师 你口才真好 谢皇上夸奖 朕只是心情畅快 随意说说 现在 北地已亡 二皇子吴旭 和大皇子吴征 为了皇位 开始纠缠不休 三皇子吴庸 对了 三皇子吴庸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因为他在我们冷宫里啊 大 大概是 在韬光养晦吧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 趁机攻打北昌国 嗯 我也这么认为 那个 北地死了 天助我也 这下行了 可以去把吴庸放了 我们放了吴庸 怎么跟他说 他父亲死了的事情 他父亲又不是我害死的 有什么不好说的 直接跟他说呗 依着吴庸的性格 万一大哭特哭怎么办 不知道 反正你去说 吴庸 你差不多可以离开了 真的 没有任何条件 嗯 没有 你可以走了 不过要注意 别让太师发现你 不过说起来也真搞笑啊 北地居安就这么死了 是啊 本来大家都有点担心呢 他们 他们说什么 没什么呀 你听错了吧 我听他们说 今天天气挺好的 你骗我 怎么可能 我听了他们 他们说北地 别激动 北地 其实是我们宫中的一个大夫 他已经98了 怎么有人叫这个名字 怎么可能 就是啊 编也编个像样点的 你怎么来了 别贴乱 不用 你别激动 放心 北地真的没死 真的 那 那他们刚刚说的 宫女们不懂规矩 应该说 北地驾崩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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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你还说你不是来贴乱的 这有什么差别啊 你 你就不能先把他送出去吗 别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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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老子也没法威胁到我呢 哎呀 你不会安慰人就闭嘴 那个 无用啊 你先别哭 我们如果送你回去 你快马加鞭赶回去 还能见到你父亲最后一面 如果你再哭 惹来了别人 那可能回不去了 你 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 你跟你父皇关系很好 其实也没有 我不是很喜欢父皇的 那你哭那么大声干嘛 可是我大哥和二哥如果登机 对我会更差 其实西皇您也知道的吧 我父皇让我想办法来勾引长银公主 但如果是我大哥和二哥 他们若是知道你有断袖之癖 就会让我来勾引你的 我什么时候有的断袖之癖 皇后您是没有 您激动什么 你放心 我没有断袖之癖 我和皇后这么好 你干嘛 皇上 我们什么没做过呀 现在您还这么脸红啊 原来真的是我误会了 你现在应该去和太师商量一下 怎么趁虚而入 攻打北昌国 还是要打仗 当然要趁火打劫了 否则我也太吃亏了 你想要北昌国的什么 不知道 暂时想要起码八座城池吧 北昌国又不是西洋国这么大 八座城池不少了 几乎边界上的都归你了 真的很没用 谢了什么 自己看 这是 我有没有孩子我都不担心 你担心个什么叫 皇上不及及死太监 看来大家对你的生育能力比较担心啊 西皇 皇后 那是你的问题 那些大臣还自带候选人的 不然你以为他们为什么那么积极啊 说什么百年基业 说什么传承 还不是希望把自己的亲戚一个个往我后宫里塞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现在他们来势汹汹的 也不能总敷衍啊 现在还好只是用折子 将来万一那个阎官在朝上说什么 我真没办法应付 实在不行 就那一两个 不行 你当然没事 我 我一个女子 到时候几个女子往我身上靠 那也太 总之 这个绝对不行 要不然 说真的 我们 行夫妻之礼 又可以换回来 又可以让你有身孕 一举两得呀 一举两得你个头 你快闭嘴 这没可能 如果真要这样 我宁愿大妃子算了 我们成婚才两个月有余 等成婚了两只女流亚 你怎么进来的 嗯 皇宫重敌 你想进就进 奴家不是故意的 只是奴家 奴家想见见皇上 所以就换上宫女符夺了起来 刚刚 你还嫩了点 皇上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你眼睛太挤 鼻子太高 嘴巴太扁 一无是处 欧敏君也太会胡扯了 他眼睛哪里是挤 根本是大好吗 至于鼻子 高难道有错吗 嘴巴小小的 而且很红润 怎么看也不扁呢 啊 勾引皇上 我没有啊 我真的没有 皇后娘娘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虽然这样 羞答答的声音还挺特别的 但我问一下 你 你有气喘吗 没有啊 那你一句话好好说行不行啊 卢家现在知错了 卢家这就回去 皇宫重地 你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 未免太不把皇室威夷放在眼里 是不是皇上那个龙椅 你刘家也想坐上去试一试 皇后娘娘 不 不是的 你想多了 我父亲忠信耿耿 绝对毫无二心的 他让我进来 也只是 为了能让我更好地伺候皇上 真的没有别的意思的 皇上 皇上您相信奴家 这种事情 皇后来定做就行 皇后 随便打一顿出气就行 别太用力啊 皇上 这种事情 从来没有人有这样的胆子 以后我也不希望看到 皇上 皇上 救 救命啊 叫什么叫 站起来 水还不到你肩膀 把他拉出来 然后送回去 去 皇兄你以前一天到晚凶巴巴 阴晴不定的 每日最多让宫女伺候着 也没见你对谁上心 父皇那时候还催你娶亲过呢 谁知道最后 你居然喜欢上了一个女刺客 一个敌国的公主 事实真是奇妙 呃 是啊 谁说不是呢 而且娶了黄嫂之后呀 你变了好多呀 人也和气多了 看来真是爱情的力量 是啊 黄兄 害得你都不能好好吃饭 没事 我也 吃不下了 女子怀孕 真的很辛苦 将来若是黄嫂怀孕了 黄兄 你一定要好好带她 也不能让她在武枪弄箭的了 那当然了 不过你黄嫂的事 应该 应该没这么快 这个 是安神水 踢在油灯里 可以帮助人睡眠 多滴血 就会让人昏睡 要是这么好用 我们也给黄兄黄嫂滴两滴吧 你黄兄黄嫂 每日不会饮酒吧 好像不会 我黄兄不爱喝酒 那就好 其实那个安神水 若是点人之后 屋内的人还喝了酒 安神水的作用 就变了 什么 崔青 真是我 怎么这么暗 只点了四盏灯 平时也是如此 怎么了 不知道 喝了酒觉得有点不舒服 灯太少了 我去都点起来 今日油灯里加了香料 不知道 不过 这个也不难闻 嗯 是啊 闻着很舒服 你也觉得很热 嗯 我去吹灭几盏灯 都叫你别乱点灯了 我 我 我敏军 怎么了 我 不 不对 是你的身体 又 就 又那个了 云角 你这个女人 跟我在一起就这么忍不住吗 不是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也觉得 云角 过来一点 快 闪开嘴 吴敏俊 嗯 我们 我们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 这 这 肯定有问题 刚刚 别提 刚刚 叫你别说话了 不得不说 我回想起来 感觉刚刚太刺激了 差点用女人的身份上了自己 刚刚那个酒 或者别的什么肯定有问题 我们刚刚都不对劲 应该是灯的问题 那个香味 嗯 应该是平阳 平阳 他为什么这么做 不知道 可能是自以为在帮我们吧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皇上 您 您和皇后之间十分恩爱 这是好事 但 既是一国之君 便要体面一些 不是的 只是昨夜忽然感到有些躁热 所以才去何耻呢 何耻 什么何耻 啊 你说的不是这个 那怎么了 皇上 您的脖子上 啊 其实 皇上年轻气盛 皇后又热情 无可厚非 但是 也不能这么显眼吧 啊 太师说的是 昨夜是朕不小心了 今后断然不会的 啊 老朽只是为皇上着想 贸然便提出 还望皇上不要见怪 当然不会 朕还得多谢太师才是 今早被太师他们说了 何止 被全体大臣围观了 那真是对不住了 以后绝不 昨夜睡得好吗 脱你的福 睡得一点也不好 怎么可能 我昨夜才在你们灯油里 点了暗神水啊 你们昨晚喝酒了 对啊 那个是履历带来的暗神水 递在灯里可以助人入眠 可这个东西 若是在房间里的人喝了酒 那就会变成 你们昨天 哇 看起来是挺有效的 皇嫂好热情啊 昨夜 想必皇兄皇嫂是很开心的啦 呃 夕阳一年一次迎春节 据说 都是要放福灯的 东帝特意让人 制了一个特别的福灯 给皇后娘娘 既是对皇后娘娘的关心 也是代表两国之间的和平 那东帝和太后 也真是有心了 皇后 嗯 听说皇帝和太后 带了福灯给我 给我看一看吧 真是太感谢了 真是好看 会嘛 很一般嘛 西洋国 西洋国其实也未必造得出来呢 哈哈哈哈 西皇和西后喜欢就好 对了 你年纪也不小了 还没有想过要成家吗 啊 哦 现在东元国 百费戴心 身为大将军 我要做的事情不少 成家之事 还是暂缓 那也是 不过成家立业 男子还是应该先成家 是 看我干嘛 本宫已经嫁人了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比较好 我 皇后 你怎么回事 我没怎样啊 你好好说话不可以吗 卵娘娘的像什么样子 我平时也是这样 怎么不见你发火啊 今儿个故人来了 就不乐意了 什么东西 这福灯我们都很喜欢 你回东元国 告诉东帝和太后 说多谢他们 好 皇后最近心情不好 西皇 您实在不该 随便对西后发脾气的 那是不是人 是 是男人 不是 是女人 不是 是公中太监 不是 那人我是不是不认识 不是 我认识的不男不女 而且不是太监的人 我哪里认识这个人呢 我认输 哪有这个人啊 眼前我们不就是吗 怎么能这么说 你是男子 我是女子 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吗 可这身子是男的 那里却是个女子 我这身子是个女子的 但我自己又是男子 究竟是和性别 谁说得清楚呢 那 长衣公主 您贵姓啊 你说得太有道理了 我完全没办法反驳 好吧 你要我做什么 帮我揉肩吧 继续吧 这次我猜 嗯 那个是人吗 不是 那个是动物吗 嗯 是 哦 我的坐骑黑幕 你怎么就猜出来了 你这也太快了吧 太简单了 我前面问了你人 你肯定会挑别的 既然是动物 你知道的动物更加少 只有我的坐骑黑幕 太好猜了吧 那 那好吧 你要我做什么 替我吹腿吧 是人吗 不算 那 是鬼 不是 不是神鬼一类的 不是 是动物 不是 花草树木 不是 虫鱼鸟兽 不是 什么都不是 那是什么呀 你又认说 那个东西 是活着的 有生命的吗 是 我认说 是什么呀 是平阳肚子里的孩子 这也太刁钻了 哪个人能想得到啊 说吧 这次要我帮你捶奶 哼 有本事 让我帮你捶脑袋 这第一杯 当敬太师 太师为我西洋 偶心沥血 皇天后土共建 多谢皇上 这第二杯 敬何将军 何将军 为我西洋 东征北讨 定国安邦 实施忠臣良将 多谢皇上 最后一杯酒 敬给皇后 多谢皇上 你 你醒了 嗯 我不睁着眼睛睡觉的 我就是随便问 你 你干嘛 哎 本来想会不会转一下又转回来了 那怎么可能 没那么容易了 对着自己的脸实在下不去手 早点换回来就好 那就不要下手呗 等换回来了一定要 嗯 和你行夫妻之礼 你提这个干什么 早就成婚过了 不是吗 既然已经是西安国的皇后了 便就这样吧 就这样一辈子吧 干什么 幼稚不幼稚啊 现在只能这样了 将来换回来 行了行了 换回来再说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嗯 我什么时候说喜欢你了 呃 好了好了 别气啊 你这样问我 我怎么知道 那 你先告诉我 我什么时候说喜欢你了 平身吧平身吧 多谢皇上 谁让你坐下来的 别理他 坐下来 皇上 其实我这次来 是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 您肯定知道了 就是关于北昌国内的 知道 摄政王 唉 说来也可惜 那位小侯爷 那你现在来告诉朕 这么多密心干什么 朕是敌国皇帝 我告诉你们这些 其实都是因为我觉得 有些对不住您 西皇 啊 这个 跟第二件事情有关 啊 说吧 悠悠 进来吧 民女冯悠悠 拜见皇上 平身 皇上 您还记得民女吗 咳咳咳 冯 民女应该是 无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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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几个意思呀 民女知道 我没有守住当初的诺言 没有等到皇上来接我 但 希望皇上不要怪罪 呃 其实 我和无庸 认识也不过一个多月 但是 已经成婚半月了 啊 我告诉悠悠 我是北昌国三皇子 并且认识西洋国的西皇和西后时 悠悠才告诉我 原来她就是那个莫名消失的圣安公主 知道我要来找你们 她便执意要跟来 也不顾自己身体不好 身子不好 哦 悠悠她 大抵 是有身孕了 嗯 是吗 皇上 您不要过于悲伤 哦 啊 我 我没有过于悲伤 你放心 常语妹妹 今后 皇上就是你一个人的了 你一定要照顾好她 姐姐 你放心吧 祝你们百年好和 你什么时候不是我一个人的了 呃 没错 呃 朕也祝你们 百年好和 嗯 多谢皇上 我就是因为知道 悠悠跟皇上您的前臣救世 所以才告诉您这些 关于北昌国的事情的 就当是赔礼了 太师气色越来越不好了 怎么办呢 是很让人担心 我们劝劝他去 我放心不下 为常的战士啊 这事好办 我安排一个人 跟在我身边听远方急报 一有消息 马上就去太师府上汇报 怎么样 不可其满 绝不其满 绝不其满 绝不 绝不可能啊 肯定是报喜不报忧啊 皇上 当年的事情 其实老臣也有错 我是三朝大臣 看过先皇当年他们的斗争 甚至为了争夺着皇位 会让兄弟相识到何种程度 又会让朝廷和整个天下 混乱到什么地步 嗯嗯 臣知道 您还是对当年的事情很介怀 你哥哥 或许 你不愿承认他是你哥哥吧 唉 他做得的确太过分了 那时候他还小 却用那样狠毒的招数来对付你 大概也真的是冥冥中自有注定 他居然忽然暴毙 那个时候把你从密室里接出来 你浑身是伤 我毫不知情 真是 我不怪您 我不怪您 不知者不罪嘛 似乎长衣公主嫁过来之后 您的脾性便好了许多 皇上 您现在没有成为一个让人害怕的暴君 已经是夕阳之星了 这天下 这四国 将来都会是夕阳的 可惜 我是看不到 您一同四国的 那天了 太师 这是说什么呢 您肯定可以看到这一天的 太师就是希望看到夕阳一统四国 还有 他觉得对不住你 希望 你能放开前尘往事 太师想太多了 我从来也没怪过他 相反 我很感谢他 你以前不是很好奇 我的伤是哪来的吗 先皇 就是我父皇 他自己当太子的时候 有七个兄弟 彼此之间为了争夺皇位费尽心思 最后他不得已 把其余的兄弟全部杀了 当然 还有一两个 是其他人自己互相残害而亡的 我父皇因此下定决心 为了宫中安宁 为了百姓安宁 只要一个太子 并且只能由皇后生下来 我之所以只有姐妹 就是因为其他人若生下男孩 直接又皆生默默掐死 我母后好不容易怀孕 结果居然生下了双胞胎 我哥哥早一点出生 我晚一点 我父皇原本也想把我掐死 但最后决定隐瞒我的存在 如果我哥哥有什么意外 就再有我地带 所以我和我哥哥的教书太父 以及武功上的师父都是一样的 可我只能活在密室里 知道我的存在的 只有我父皇 太师 还有两位师父 至于我母后 则是因难产而亡 后来我哥哥知道了我的存在 认为我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便在师父来教我武功的时候跟着 那位师父虽然武功高强 但并没有武者的心 他认为我哥哥将来是皇帝 所以不仅答应他来 还帮他以流善发明的刑罚对付我 我父皇也知道 但他没有阻止 后来我十岁的时候 把他杀了 那个吴敏君死了 我变成了吴敏君 因为我比较瘦弱 身上又有伤 父皇便对外宣布我生病了 休养了一个多月 每天人身灵质地僵养身体 最终跟我哥哥一样 后来 我杀了那位教我武功的师父 就用他教我的招式 至于那位教我知识的先生 他其实都没怎么来 来的都是太师 太师对我是最不错的 至少比那时候知道我的任何人都好 你小时候被这样对待 长大了居然只是这种程度的变态 真是上天垂怜 是包子 司徒有情 他身上有个荷包 我找到师父了 他给了我药 你们吃吧 记得要只有两个人在一起 吃了可以换回身体 但只能保持十二个时差 不过你们可以借此机会 行夫妻之礼 现在先别吃 明天让御膳房带一只鸡和一只鸭来 分别喂食 你怕有毒 不是怕 只是小心为好 何况 竟然可以换身子 也许鸭之间也有效果 看来真的有用 而且范围不限于人 嗯 今晚服药 洗干净等针 洗干净你头 我洗干净了 也是你的身子好吗 那我自己好好洗干净 平阳公主 出事了 太医 平阳怎么样了 孩子呢 启禀陛下 大人和小孩都没事 只是稍微动了胎气 要稍微调理几天 尼玛 这人不是平阳吗 吴敏君 我是 我是 吕绿 怎么会这样 会不会是 气压的问题 显然就是 当时怎么没想到 这药的威力 居然这么大 算了 先在这里坐着吧 一会儿平阳和吕绿 应该会来找我们 嗯 怎么这么惨 吴敏君变成了怀孕的平阳公主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但我怎么这么想笑啊 是皇兄皇嫂吗 我是平阳 他是吕绿 我是你皇嫂 他是你皇兄 啊 皇兄 你怎么到我身子上来了 那现在孩子 不就在你肚子里 很好笑吗 现在 可怎么办 一共十二个时辰 等一等就过去了 皇上现在有身孕 就干脆 住在平心殿里 吕绿今天 把作章 偷偷给他来批改 上朝的时候 你不必说太多 不过大臣们说了什么 好 皇后娘娘 您怎么这么熟悉 这个流程啊 嗯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们先回去吧 皇兄 小心孩子呀 你再说一个字 我就去喝打胎药 怎么了 他会动 可以让我摸摸吗 你别这样躺着了 不舒服吧 躺回来 我不动了 吴敏君 如果将来 你真的希望我怀孕 怎么了 不如 我们再想办法换一下 然后 你帮我怀孕 你都有经验了 肯定好很多的 云角 晚点我回到自己身子上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里 让你怀上 一定 要不要吃个药门 来人 去请皇后过来 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害喜很厉害 那要怎么办 没有啊 我不怎么害喜的 除了太油腻的东西 我都可以吃的 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 黄兄 不用这么心机如焚吧 遗憾不遗憾 痛苦不痛苦 伤心不伤心 懒散惯了 是有些不习惯 不过我觉得我已 不过 还是有福利的 黄嫂 你今日 怎么都只听不说啊 王日 每次我来找你 你都有很多消息的 呃 如果每天都只能 待在掌钱店里 平昂也不会每日都来 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 做你的皇后 居然这么无聊 早知道 哪怕你当初 做了圆狱 或者无庸的妻子 也未必会比 现在更有趣 我随便说说 你不必多想 哼 弱智不弱智啊 恭喜皇后 身怀龙肿 可喜可贺 太好了皇嫂 你居然怀孕了 皇兄回来之后 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骑兵皇上皇后 平昂要生了 永烈 吸气 吸气 永烈 看你做的好事 你别乱说 呂绿心情已经很不好了 皇上说的没错 都是我的错 这么久了 多久了 半个时辰了 这哪里算久 据说有的人生孩子 要几天几夜呢 恭喜父马爷 是位公子 慕死平安 哎 你今天一天到底怎么了 看起来心事重重的 林角 今天 你觉得怎么样 你说平昂生孩子吗 嗯 我觉得 好像有点可怕 看起来很痛 而且平昂这样 时间还算少的 我以前听说过 有的妃子 就是难产而亡 有点吓人 嗯 你问我这个做什么 没什么 我在想 先找到司徒友情吧 找司徒友情 做什么 你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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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替我生孩子 嗯 不敏君 我真的好喜欢你啊 你真的要帮我生孩子吗 现在知道我好了 嗯 是啊 虽然你嘴贱 心狠 人坏 嗯 但至少你坦诚 你没有骗过我任何事情 包括你喜欢我 你想我 你愿意替我生孩子 为父 勉强接受你的夸奖 还为父 那我自称什么 老娘 哼 娘子 好吧 我云角活了十七年多 从小无娘 爹也不疼爱 练武受苦 学文头痛 为人迟钝 长相普通 但我猜测 在这云云众生里 我一定是最幸运的人 多谢 曾经 的 虽然 会 有点 我